今天這個題目就是 The Next Wave Gaming 就是說 下一個遊戲的趨勢會是什麼 首先還是科普一下就是說 大家都知道很多人玩遊戲嘛 但到底多少人在玩遊戲 然後跟他到底賺多少錢 那可能先有一個基本的數字的概念之後 會比較知道說 為什麼它是一個值得被研究的題目 那這個是 當然大家最愛用的NewsTube報告 總而言之呢 就是全世界一年呢 人們花在遊戲上面的錢 不論軟體硬體服務 大概就是1500億美金 1500億美金大概就是4.5兆台幣左右 全世界最多人花錢做的娛樂活動 就是玩遊戲就對了 那裡面的話當然會有一些 一些不同的一些領域的區別 比如說到底是手機上的 還是電腦上的 用這張圖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淺藍色的就是Console 就是所謂的家用主機 比如說PS4啊 然後最近買不到的Switch 深藍色就是Mobile 就是行動遊戲啊 聖魔之塔啊什麼之類的 右上角的淺綠色就是電腦的部分 整個分配上當然是行動是很多的 然後Console還是有 然後右上角是電腦的話 它還沒有完全死亡 但是行動當然是越來越多 而且它未來在這整個Share裡面 基本上是會超過一半 但是在我們接下來用地理區域分 就是說那全世界這麼多人花錢玩遊戲 那到底錢都在哪些國家 你會發現亞洲其實蠻厲害的 差不多一半是在亞洲 那Mobile當然是最重要的 我們看到深紫色的就是Smartphone 它的整個遊戲的營收 佔整個industrie的佔比 它是一直不斷的節年增加 就是目前來講是36% 那2022年的時候它其實會來到41% 然後其實它的佔比會一直增加 但全球整個市場其實是不斷的在成長的 比如說我們看第一張圖是 最多下載量就是說 行動遊戲最多下載量是什麼類型的遊戲 然後發現其實是 就是我媽很愛玩那種Casual Game 對什麼 過花園的啊 然後山蕭的啊 82%的下載量都是Casual Game 但是18%是所謂的Core Game 比如說什麼生魔啊 怪物彈珠啊 這類的 下一張圖是花時間了 OK我們可以看到開始出現不同了 44%的時間花在Casual Game 但55%的時間花在Core Game OK開始有點反轉是不是 就是OK 遊戲大部分都是Casual Game在下載的 但是玩的人投入的時間裡面 那Core Game其實是占到快一半 OK那最後一張圖就是很驚悚 那花錢呢 那花錢就是這樣 就是76%的錢是Core Gamer花的 24%的錢是我媽那種人花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說 Core Game它的 User Base跟Downloads 它其實是小數的 但是它吃掉最多的時間 以及最多人願意為它花錢 那台灣的話大概有多少玩家呢 保守估計啦 大概就是900萬到1200萬 其實蠻多的喔 就是喔台灣也不過2300萬人嘛 那1200萬就是一半嘛 對可是這是很廣義的 對很廣義的 比如說你可能過去一個禮拜 玩過一次遊戲以下就覺得你是個Gamer 那整個Market Size 大概是20到30億美元 大概就是600億到900億台幣 那Market Share裡面 當然Mobile是最嚴重集中 就是說75% 那一樣 這是台灣的一些更進一步的數據 比如說Mobile是最多人玩的嘛 那玩家的年齡層其實普遍集中在28到34歲 這個區間 這是最集中的部分 然後我們的付費率其實 還可以啦 就是世界平均 100個人裡面有差不多3個人 1到3個人會付費 然後大概Rpool就是每個人可以 大概美元20到70元 這是一個很平衡的 因為遊戲這門Business很特別 也就是Mobile遊戲 基本上就是說 它只有很少數的人呢 它會撐起一款遊戲的營收 絕大多數的營收 然後所有的人其實都是 都是要免費的 然後那些人是會花錢的 那台灣人最愛玩的類型就是四大類 第一個就是 以10M這種遊戲為首的RPG類 那第二類就是在場應該沒有人玩的 就是博弈類 比如說台灣最有名就是星辰 大家應該沒有人玩 那第三個就是所謂的競技類的 比如說傳說對決 那第四個就是所謂的策略類的 比如說什麼萬國崛起 王國紀元 類似這一種的 那到底下一波的趨勢是什麼 那我們先盯一下什麼是Millenials 就是1981年以後出生 那新一波更再瞄準就是Gain Z 比如說在中國就是00後 大家講的00後 那Millenials它們有什麼特點 這在國外很明顯 就是Millenials非常喜歡玩遊戲 然後他們玩遊戲 當然就是你們看到 這有世代差別啦 Gain Z、Millenials、Gain X Gain X就是可能是我爸那個年代 對或是我表自輩的年代 那Gain Z的它們就是玩手機的就是多 但是Millenials它們玩的比例 其實它們不只是玩手機而已 它們整個Spectrum 就是它們玩的Device 其實是更平均的 它們很多人開始會玩 就是在Console上面玩 在PC上面玩 不只是玩Moba 反正是越老人越玩Moba 其實其實很合理啦 你玩PS4的時候不能做別的事吧 就是我打開魔物獵人 我不能做別的事 可是玩手機可以啊 我玩手游 我可以打開 然後按個自動 然後玩的時候去做別的事 然後你的遊戲進度也是在跑嘛 所以其實玩Console Game跟玩PC Game 是很年輕的特權 因為它代表的是 你有足夠的能量跟能力 可以在那個時間點給予它承諾 PS4我承諾你 接下來兩小時我只屬於你 就是這樣 但當你到三十幾歲的時候 你覺得你已經沒辦法屬於 就是PS4跟PC了 你可能屬於很多事情 你可能屬於你的老闆 或是屬於你很多的事情 屬於你的Line 除此以外 他們Game Z 或者是Millenials 他們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們當然就是 完全是在數位領域裡面游走的 對 大家可能 有時候現場如果有玩PS4 或者是玩主機遊戲的人 大家可能會知道一個 很特別的事情就是 現在實體片越來越難買 所以為什麼Switch 就是超級缺貨 因為它還在出那個卡帶嘛 它要下那個單 就是製作週期就很長 但反正就是實體片越來越難買到 原因是因為越來越多人買數位 大家知道PS4現在的遊戲啊 它平均 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銷量 都是數位下載版的 這對於一個老人來講 是很不可思議的 老人就只我 對 像我呢 我還是很不喜歡玩數位版 所以這老人是沒辦法理解 但是對於GANZ或者是MILLENIAL 這件事情是很能理解的 原因很簡單嘛 數位就是Digital Savvy這件事情 對於MILLENIAL跟GANZ來講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把GANZ一整天 而且是2018年的數字 就是它的LEASURE HOUR 就是它的休閒時間 我們把它BRADE DOWN下來 你看它說 它可以花很多時間 在做很多很多事情 比如說它花百分之二十三時間 去看電視 它花百分之二十三時間 上網跟Social Networking 然後它可能花百分之十一的時間 它走百分之十一的時間 就玩遊戲 然後它百分之十的時間 可能去就是做瑜伽 或是MEDATE 或是反正就是做一些別的事情 然後跟百分之八的時間聽音樂 百分之四的時間閱讀 然後還有做其他的事情 可是第二件事情是 玩遊戲已經不特別了 大家都在玩了 可是玩遊戲只是 其中一項娛樂而已 OK 所以這是很特別的特徵 這件事情跟過去的是很不一樣 所以以前的很多業界 對於玩家的調查其實是 它會先區分你是玩家 然後我先區分出你是玩家以後 再開始分說 你是什麼類型的玩家 OK 那這種方法學 跟這種Mindset 其實是很不適用於 接下來的整個市場環境 因為接下來的市場環境 遊戲行為它是一個 非常普遍的事情 甚至後面會講它普遍到 它開始有一些很特別的變種 然後這個變種就是 很多業界的人 他們會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opportunity 可以切入 譬如說這邊來 好 當所有人都在玩遊戲的時候 遊戲就開始產生出一個直變 就是遊戲變成一種社交的方法 比如說十幾年前 大家會 遊戲跟社交也有扯上關係 大家只會覺得是MMO 比如說魔獸世界 大家會覺得上面 然後去工會的人會聊天 可是MMO 比如說EVEN是魔獸世界 在它最巔峰的時候 全世界才1500萬人 對1500萬人跟現在最紅的Fortnite比 就是或是PUBG 就是小巫見大巫 所以因為量級的變化造成一個很大的不同 是社交變成是玩家 玩多人遊戲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OK 所以說這邊可以看到嗎 對於GANX來講 就是玩多人遊戲的比例其實不到一半 但是對於Millenials跟GANX來講 他們超過七成的人 都是玩這種多人連線遊戲 就是玩單機的人已經非常少 對 所以其實多人連線 但多人連線糗的就是社交嘛 那社交當然有分嘛 就是說 競爭強度比較強的就是電競 競爭強度比較低的就是合作類型的東西 那像Minecraft其實也是社交啊 對啊 然後Lowdy也是社交 所以社交的面向很廣 但是現在70%以上的人的GANX跟Millenials 他們基本上都是玩社交遊戲 這邊很有趣就是說 可是這個東西趨勢也會反映在 非遊戲的服務上面 這是過去三年在全世界的 網路服務裡面 就是成長的動能最強的就是三件事情 然後這三件事情都跟遊戲有關 第一個是聊天就是Discord 所以成長最快是Discord 你看NiHow線基本上是45度線的 45度就好了 中間這就是成長速度最快的 直播平台是Twitch 然後成長最快的娛樂項目是Foreignite 然後這三件事情都跟遊戲有關 而且重點是這三件事情都跟Social有關 就是Discord是為了跟別人交流的嘛 Twitch是為了跟看別人玩的嘛 然後Foreignite基本上是上去跟別人廝殺的嘛 所以其實Social sharing這件事情其實是過去三年 全球年輕人最Focus的活動 它也反映在這些主要的一些Service上面 那我們比如說我們以Discord來解釋好了 就是說Discord它有三個特點嘛 第一個是它是Private 就是它不是一個公開的 就是你基本上你得被受邀入群 它的預設是這樣 然後Chat當然是聊天 然後Opt-in 就是等下放一個invitation給你 然後你要覺得說我要主動加入這件事情 你把這三個東西 然後你拿去對應比如說Skype 你把它對應到比如說Line 你會發現核心思維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說Skype、Line 就是那個年代的所謂的communication tools 他們其實不是很重視這三件事情 他們沒有那麼重視Privacy 他們沒有那麼重視Opt-in 可是這三件事情其實是 遷徙世代跟Z世代的人最關心的事情 就是說遷徙世代跟Z世代的人 他們想要跟別人交流 但是同時他也會希望自己長有交流的主導權 就是說我可以選擇我要跟誰講話 我也可以選擇什麼時候我不要跟你講話 對但是Line 就是說你進去可以翻群嘛 就是你進去就可以把所有人kick掉啊 對就發現他不去改這個功能 是因為他本身這個產品的核心思維設定就不同 他就跟Discord這種方式不一樣 然後他也沒有很明確的所謂的群裡面的管理機制 就是他的目的不是這樣 但是Discord是 Discord是For Millennials跟GANZ的服務 那他們為了這個世代的核心思維 他所長出來的整個產品的主要的核心樣態會是這樣 那Twitch也是會去更積極去拓展 各種可以社交的可能性 因為過去可能直播大家覺得說單向的嘛 就是直播主在播他的嘛 然後我頂多在聊天室 那要打破這中間的一道牆 他們開始透過extension就是外掛的這個功能 可以讓你跟直播主之間還有更多的互動 雙向互動的可能性 然後Twitch甚至在去年 就是說還針對這件事情辦了一個 駭客松 在台灣辦駭客松 就是邀請開發者去針對Twitch extension 去做一些快速的24來48小時的開發 最有趣的是這個東西 就是在Servant Monkey 在2018年的時候 就做了一個調查 他就問千禧世大人說 玩Fortnite這件事情幫助你們什麼事情 我看這個真的覺得有點傻眼 就是說大概20年前 如果我把上面這個回答跟我媽講 我媽應該覺得說 你只是為了要騙我 你在玩遊戲是在幹嘛這樣 但就現在不是欸 他說Fortnite有50%人說呢 我在Fortnite上學習的團隊合作技能 然後有40%人說 我在Fortnite上面交朋友 然後40%的人說 他上面就是增進了我的溝通技能 還有39%的人說 他在上面跟他的親屬們 就是保持這種聯繫關係 就是增進我們彼此之間的情誼 所以anyway 就是Fortnite對他們來講 不只是一個遊戲嘛 Fortnite對他來講 他其實是對他本身的社交能力 以及他社交網絡的拓展 是有很棒的幫助的 對 但是這一點我覺得很特別 為什麼 其實你把這個問題拿去問Law 絕對得不到這個回答的啊 大招大討殺 PUBG吃雞 大招吃雞嗎 好 我講一下這遊戲的規則 這遊戲的規則呢 就是呢 50名玩家或100名玩家隨便 反正就很多玩家呢 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是你們每個人都自己選好之後呢 然後就投放到一個地圖上面 然後大家投放到地圖上面呢 譬如說100人好了 那這100人就在限時的時間裡面 互相殺一殺局 然後呢 殺到最後看誰最後是贏的 就這樣 所以聽起來 聽起來是跟這個覺得還沒有關係 就是這種也是大逃殺的遊戲 怎麼會促進Team Wars 然後還可以交朋友 好 這就是Fortnite跟吃雞 這種遊戲設計模式 最特別的地方 我們放過來講 大家應該比較知道Law吧 對不對 Law就是五個人跟五個人組隊 然後這五個人呢 從組隊一開始就會互相吵架 然後選位置選不到 對不對 然後呢 完了之後就泡溫泉 對不對 因為我以前專門幹這種事情 那總而言之呢 就是Law是一開始先設定好 兩隊是互相對抗的 然後晚上他們選角 然後他們整個遊戲的末期 其實就是這一隊 這五個人要打贏另外五個人 好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 很特別的事情 大家覺得Law的團隊合作的要求比較高 還是Fortnite Law要求真的比較高 因為Law強迫你五個人 要是個Team 他需要的團隊合作技能是很強的 大家可以完成這個任務 但Fortnite不用啊 我就是進去 然後我只要想辦法活下來就好了 OK 所以他對於團隊合作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一個開放性的 那接下來 但是這件事情才很符合 人類的原始的樣貌 就是說人類彼此會合作是 因為你為了要透過合作 而得到更好的結果 而不是你一開始就被強迫要合作 OK 所以在Fortnite裡面看到 非常多這樣的例子 比如說明明這100個人 在遊戲的遊戲規則裡面 是沒有強迫你們組隊的 但是玩Fortnite裡面就是一定會有人組隊 為什麼 因為你一個人落單 死掉速度已經很快嘛 那你一群人開始組隊起來 我至少可以確保 這100名至少前50名的時候 我是進得去的 我們可能是幾個clang幾個clang 然後我們先顧好自己的區域 然後彼此守望相助 然後我可以增加我的生存率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機的 合作的行為去誕生 所以其實遊戲設計的 樣態會跟它是不是能夠促進 社交合作這件事情有很強的關係 那Fortnite剛好非常符合 Millennials跟Gen Z的特性 因為很多Millennials 他就是不想要合作嘛 或者是他不想要合作是被強迫的嘛 所以他在這裡面 可以找到非常多的可能性 很多人進去之後 他的合作性格比較強 他的領導性格比較強的時候 他可以去發起阻盾 他可以去做更好 他可以在遊戲裡面獲得更好的成績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開放式的環境 他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他只有這樣很好的成果 那他也符合我們剛才講的 所謂的Millennials跟Gen Z 他們對於Social這件事情的重視度 那所以依照這前面幾件事情 接下來可以看到幾個 比較有趣的一些Trans 剛才我剛才定義了Social 然後對Millennials來講的重點 這件事情在這個Trans裡面的 最後一個Trans會花比較多時間講 那在此之前會講一些 比較小的 但也蠻有趣的一些小創新的趨勢 然後比如說現在Retro Gaming 就是所謂的老遊戲突然又越來越紅了 懷舊這件事情是很特別的市場現象 我們會買某一些年代 跟你的年齡的生命階段做連結 比如說如果你做到 比如說你做到某個 就是Firm的Partner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覺得你沒辦法去跟別人 在這件事情上對話 你就覺得你沒有教養 沒有水準 就是你不懂Vintage 那種也比較像是一個Code 比如說很多年輕玩家 現在就是經不起嗆 比如說現在玩FF7重製版的人 就會被老玩家嗆說 你沒有感受過23年前的感動 但結果這一波 整個FF7原版的銷量 就也起來了 因為很多沒玩過的人覺得說 就是我不能在這裡像蘇人 所以跑去玩了 因為一個Generation 剛好跨了20年 然後剛好跨到新一批的玩家 不論是他的經濟能力 或是他的年齡層級 到達一個可以 他覺得他應該要去把 他沒有經歷過的事情 補回來的這個Cycle 所以我們看到Retro Gaming 開始變紅 然後你會發現很多人 就是很多Gamers 他們開始對Retro Gaming 或是老主機 老東西的興趣指數 就是越來越高的 這是在美國 然後在歐洲也是一樣 就是越來越多人 對這件事情是感興趣的 但這季節也是真的 譬如說我們看到那個 魔獸經典服開服嗎 然後就排隊排到不行 然後這群人排隊 這幹嘛又打副本 因為那個副本有入場限制 所以大家排隊等可以進副本這樣 就跟排拉麵店一樣的概念 OK 那還有什麼 還有比如說這些 懷舊主機 一出就賣超過千萬台 就賣得非常好 然後所以各家都開始出懷舊主機 老玩家買回去當周邊收藏 新玩家會覺得說 他透過這件事情 他得到了他以前沒有的文化資本 第二個趨勢是 這個市場一直在成長 賺錢的方式也變得更複雜 10年前或是15年前的遊戲business 他就是一個非常單調的business 譬如說他基本上就是 我做遊戲 然後我叫一個人發行 然後他可能硬成光碟片 然後丟到銅路 然後銅路賣給消費者 然後每一層都有他的revenue share 就是他有他的margin 他的毛利的財分就這樣 就這樣manman 然後接下來有網路之後就網路遊戲 網路遊戲很簡單 就是上去以後你就付月費 一個月450就這樣玩 那接下來就開始變複雜 比如說有人就開始說 那我就讓你不要付月費 我就讓你免費玩 那免費要怎麼賺呢 就是賺裡面的道具 比如說他開始把原本遊戲裡面 有的衣服拿掉 然後再叫你花200塊錢 然後買DLC 然後就去買東西 隨著玩遊戲人越來越多 隨著數位化跟網路的普及 其實遊戲專門business賺錢的方式就變得超級複雜 我們看到這是一款遊戲 它的 不是 就是玩家的花費 就是玩家花費在買 比如說一個玩家一年花一萬塊錢 他其實只有2800塊錢是花在買遊戲上面 是很恐怖的數字 就是說遊戲這件事情本身 已經不是賺錢的主體 就有點像什麼 就有點像那個 現在藝人啊 出唱片的重點 其實是賣演唱會嘛對不對 因為唱片基本上賺不到錢 藝人也沒辦法從Spotify賺到多少錢 但是他們現在演唱會賺更多 然後演唱會開了場數嘛 然後平均票價嘛 然後其他的周邊的東西 就是很多 那一樣遊戲專門business一樣 就是說你不到三成的錢 是花在買新遊戲 然後接下來你就買很多東西 比如說你還有18%會去買downloadable content 就是原本裡面有的東西 然後業者把它抽出來 然後當作別的小樣的東西 一次兩三百 兩三百叫你買 OK 那可能有18%的錢會花在這邊 然後還有16%的錢 你會拿去買 就是二手遊戲 你可能不是買新遊戲 你去買二手遊戲 然後14%的錢 你可能買比如說 網路上訂閱的服務 比如說你會訂PSM Plus 你可能會訂Xbox Game Live Pass 你可能會訂很多訂閱型的服務 然後甚至12%你可能會去 玩手機遊戲 然後訂閱手機遊戲裡面的 買虛寶或是訂閱裡面的Service 然後你接下來可能會有一些 租刃的服務 然後你還會買別的東西 比如說你買周邊 你會買一些出版品 你會買一些實體收藏品 這告訴我們 其實遊戲專門business 它的轉化跟進化 其實是非常非常劇烈的 然後最後一個 倒數第二個趨勢 我自己本人也比較關心的 就是小孩子都去玩什麼 那當然Minecraft是這樣沒錯 但是以美國來講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小孩都跑去玩那個 喔Roblox 我以前有玩過 應該說Roblox不是一款遊戲 Roblox是一個平台 就是它Roblox有提供一套程式語言 就是相對簡化版的程式語言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一個引擎 跟程式語言工具 你可以去寫任何遊戲上去玩 所以我也可以在Roblox上面 我去寫一套Low也可以 真的 你也可以上面寫一個大逃殺 然後你可以寫完之後 你可以直接發行上去 而且你可以直接跟玩家收費 其實你把它想像成 它是遊戲機的YouTube就對了 所以我可以上去 我可以進去任何一款遊戲 然後每個遊戲背後 就像一個YouTuber一樣 然後他們現在真的很誇張 就是在美國的調查數據 而且是2017年 13歲以下小孩 就是每個月玩Roblox的人數 就是5000萬 就是每家地區啦 那YouTube就是看的人數 就是只要多大一點點 那更不用說 玩Roblox就是花錢非常多的 所以Roblox是一個非常非常 當紅的媒體 而且在13歲以下的小孩 基本上海放所有其他的 就是海放Netflix 海放Facebook 海放所有其他的Service 好 但我跟你講 Roblox上面遊戲真的太多 上面有就是一兩百萬款遊戲 基本上你玩不完 然後就 而且它基本上就是 它就是UGC 它就是用戶創生內容的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上去玩 各種無謂無謂的 那所以這種 這種有的沒的真的很多 所以這造成是說 OK 現在 現在很多小朋友會去玩Roblox 但Roblox現在變成這個狀態 對 那這當然是一個 我覺得這是 這代表兩面刃就是兩面刃 就是它 它是一個 New Trend 對 但是它 Maybe 也有一些風險在 還有一個趨勢 就是大家還在講什麼 雲端嘛 現在很多人還講什麼 Google Stadia 要推出雲端遊戲平台 那其實 很重要的電源是這個 就是說 我們過去都會 這一樣就是回歸到 就是遊戲產業的整個格局 會開始出現一個很大的變化 就是說我們剛才講到 第一個是世代的推移 就是 反正我每次都講很多東西 所以我就要開始稍微的 sum up一下 就是說我們講到第一個重點 其實是世代的推移 那現在的核心玩家群就是 前夕世代跟Z世代的玩家 那前夕世代跟Z世代的玩家 最重要的地方當然就是 他們對於數位的東西 以及聯網的需求 以及社交的需求活動是非常頻繁的 而且玩遊戲對他們來講 是一件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 所以市場整個板塊的推移 會影響到業界 業界現在面對的 已經不是上一個世代玩遊戲的人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 這個是市場的變化 但對於遊戲產業來講 下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其實是技術的變化 就是說過去的 不論是市場研究報告也好 或者是銷售管道 或者是整個商業的秩序來講的話 大部分都是用平台區分的 比如說家用主機平台就家用主機平台 手機平台就手機平台 PC平台就PC平台 這個平台的重點不只是 你玩的地方的差別而已 這背後包含它商業的邏輯 拆分毛利的區分 然後銷售的管道 然後佣金的登陣所有的政策 都會有點像是 敬畏分明 每一個圈都是每一個圈的狀態 但是接下來下一個十年 就是有很多根本 這輩子沒有碰過遊戲 或是沒做遊戲的業者 開始想要 因為就說它是一個 一百五十一美金的巨大的市場 而且一直不知道要增價 業者開始跑進來 他們想要沾這一杯根 但是這些業者 第一件事情他可能沒做過遊戲 第二件事情他也沒做過遊戲主機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個outsider 那他outsider的時候 他要怎麼去 進到這個環境裡面 而且去破壞這個環境 而且創造出 只有他之後最大的優勢 那就是所謂的雲端科技這件事情 所以他透過雲端 你會發現 我們如果用雲端的概念去鋪的話 其實剛才講的那些 平台的區分其實沒什麼意義啦 因為玩遊戲這件行為 我們把它就是reduce 到最原始的狀態 其實就是你有畫面嘛 然後你可以操控嘛 就這樣嘛 對那如果雲端的功能 可以在讓你任何的device上面 都可以看到畫面 然後你都可以操控 那其實我不用分 你是在手機平板 電腦還是console上面玩 其實玩遊戲這件行為 他會被更抽象化 然後他就是會更去除掉平台 那這件事情 當然對這些非常非常大的 科技的大廠來講 是最大的力度 因為他們最有能力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邊就是講到Google 那Google去年有公佈了一個新的survey 就是Google Stadia 在去年11月底的時候也上線 那Google Stadia 最重要的特點 就是第一點是 我們剛才大家講的嘛 比如說他就是用雲端串流 這個遊戲給你玩 所以我在手機上 也可以玩PS4遊戲 我在平板上也可以 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玩 而且我的硬體裝置規格 可能不用特別好 因為我只是要接收視訊回來 我的聯網速度夠好就好了 可是Google Stadia 最大的潛力不只是這個 那這件事情 你可以從它的遙控器上面 看到兩個端點 我們看右邊那個按鈕 那個按鈕就叫Share按鈕 那個按鈕可以做到一件事情是 我今天可以是 有一個人他在YouTube直播 直播一款遊戲 然後這款遊戲也有在Stadia上面 我可以直接按一個按鈕 然後我就是直接接著他玩的東西 我直接跳進去玩 好 就是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原因是因為 從很抽象的角度來講 其實看影片跟玩雲端遊戲 是很接近的事情嘛 差別只是在於 影片你是被動的看嘛 遊戲是主動的玩嘛 所以說其實他在使用流程相當上一樣 就是你有畫面 然後一個是你可以對畫面做事情 一個是你不能對畫面做事情 就這樣 所以對Google來講 他可以把這兩件事情合併在一起 就是我一樣是給畫面 就是給畫面這件事情是控制掉的嘛 然後差別只是在於 某一個情境是看 某一個情境是玩 就這樣 所以對Google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你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比如說今天有一個人 比如說你在玩Fortnite 假設說Fortnite支援Google Stadia 然後比如說你在玩Fortnite 然後玩了之後 比如說這一場你剛好缺幾個人 然後你有一個朋友沒玩過 然後他就說什麼是Fortnite我不知道 他就說喔好 那反正我把我現在玩的話沒有 我直接丟一個YouTube連結給你 OK他打開YouTube你就開始看 然後你看一看你突然覺得蠻好玩的 然後接下來你只要按一個按鈕 你就進去玩 這個技術上 這就是Google Stadia要做的事情 他這件事情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跨越到非常多環節嘛 比如說 我就不需要再去下載 我也不用安裝 我也不用學 那這件事情全部都可以在線上的環境下面做到 對 那但是做這件事情 就是只有科技的大廠可以做這件事情 一般業者做不到這件事情 一般業者只能去配合他 去提供這樣的Service 可是這件事情 跟我們剛才講的 千禧世代跟自己世代來講 是至關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 越來越多人 他會之所以玩一款遊戲 是因為朋友跟他講 或是他看到很多朋友在玩 而不是他自己本身會去巴哈 然後看到說有一邊新聞稿 這有興趣還好吸引人喔 這是老人的做法 年輕人都是口耳相傳的 但是我們剛才那整個使用流程 基本上極大化了口耳相傳的效用 他可以極度縮短一個人 從知道遊戲看到遊戲跟進去玩的距離 那這件事情就會 他會整個顛覆整個產業的秩序 所以這件事情是搭配整個技術 以及玩家世代板塊的移動 我認為是接下來十年 最需要去關心的一個trends 但這個trends跟之前的trends 最大的不同是 他只會有幾個巨大的業者 在推動這件事情 而不像是Mobile推出的時候 其實是百花齊放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開發一個app 丟到Mobile store 然後去賺到revenue 這件事情是截然不同的 接下來的世界會更集中化 圍繞著幾個巨頭去進行 那這也是他們的願景嘛 Google Stadia 是the most connected gamer experience ever 大家可以培養一個敏銳度 就是看各大廠的 press conference 或什麼之類的時候 其實台灣人其實大部分不太會這麼的 說台灣業者其實不太會這麼的 sensitive 但是美國的高大上的業者 他們在對外的公開訊息裡面 他們選字都是 非常非常非常 就是有意思的在選用一些字 都是key message 那這句話明明 就這麼大的篇幅 他可以放一些東西 他為什麼要把connected這個字放在裡面 這其實那回歸到他的搖桿 跟他整個infrastructure的設計 其實這件事就是他們最大的願景 那這件事情也緊扣著 一直不斷重複提到的 新的遊戲世代板塊 玩家的需求 跟發展的樣態 所以說 整件事情他其實會帶來 三個像我剛才覺得 那個使用情境就是三個好處 他會有新的用戶的獲取管道 對 他現在可以直接從看影片 看直播的人直接變成玩家 然後他easy to drop in 他可以立刻就直接跳進去遊戲 就是說他成為玩家這件事情 只要10秒鐘 然後shareable play 他在玩的時候他可以 隨時隨地跟所有人分享 他在玩的內容 然後這件事情是 整個所謂的雲端遊戲 最大的potential會在這邊 那最後是一個部分 就是回到說 那創業這件事情 那我這個人是比較 這個比較試快一點 對啊 創業這件事情就是 我不知道台灣學校蠻鼓吹創業的 對 但是我覺得創業呢 真的蠻辛苦的 其實創業的目的是什麼 大家想一下 創業的目的是為了賺比你上班更多的錢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先有一個基本認知 就是如果創業沒辦法幫你賺更多錢 那你怎麼不去上班就好了 對嘛 就這樣嘛 其實人稱就三種路嘛 第一個就是你家很有錢 你完全不用做事情 第二個就是你家也還好 但是就是你去上班你賺錢 那第三種感覺就是說 你覺得你想要有一個方式 可以比你上班領薪水賺更多錢 你去創業 就是說你想要own your own business 所以你可以得到最多的profit 對吧 所以說回過頭來嘛 做遊戲也是創業啊 但是很多做遊戲的人 真的沒這個想法 就是說 你到底是做遊戲還是 就是Are you making games or making games for a living 就是差很多嘛 很多做遊戲的人就是說 我今天就是想要做一個玩法 我今天想要實現某一種體驗 做個產品 然後這種呢 我覺得也有那種心臭啦 我就問他一句話就是說 我就先做一個就是分類貌 對不對 你這樣有錢嗎 如果很有錢 OK嘛 你做興趣的 對不對 那如果你沒有錢 那你說做遊戲呢 因為你想靠遊戲賺錢嘛 對不對 那問題就來了 遊戲 遊戲回歸到一個很根本的點 遊戲是拿來賺錢的 除非我們今天是學術研究領域啦 就是遊戲是當成Stimuli啊 當成什麼之類的 對 但是遊戲在商業的領域裡面 遊戲就是賺錢的東西 做遊戲不是寫扣畫圖就好了 做遊戲的終點是賣遊戲 就是做遊戲只是其中一件事情 做遊戲的終點是賣遊戲 那如果你是要創業 你要創一間Game Studio 那你的重點其實是賣遊戲 不是做遊戲嘛 做遊戲誰都可以做啊 就Unity現在大家都回去就可以自己弄啊 那重點是賣遊戲嘛 所以說 你也不可能說 因為我遊戲很好 但是就是沒有行銷 沒有曝光 所以沒有賺到錢 然後 就我覺得這是自我開脫吧 就是你就是 你就是 就是你就是 fail the job 你就是沒有把賣遊戲之間做好嘛 對啊 所以不論任何理由 我覺得一個能夠把賣遊戲 做好的遊戲 那它就會賣錢 一個沒有辦法賣錢的遊戲 它somehow 一定有某一些環節 是沒有做好的 一的是它行銷沒有做好 二就是 它當時覺得這玩法很棒 但是它開發一直delay 它原本覺得12個月內 玩家的風向 它感受得非常敏銳 結果它居然做了24個月 然後玩家已經開始玩別的東西了 不論各種理由 所以這就是我會特別想跟 自在做遊戲或是想充裂的人 尤其是遊戲這個項目 因為遊戲這種東西很奇怪 就是 欸 作遊戲的人特別很常一些狗頭禪 就是你會發現在其他創業領域不會有的 比如說你去問一個創電商的人 他會說他 他會給他創電商公司很多的夢想嘛 就是說一些fantasy 比如說他不會給他很多意義嘛 對不對 但是創作的人特別容易變這樣嘛 就是說你會覺得創作就是不一樣 就創作本身有很多別的meaning 但是不是啊 就是殊途同歸嘛 就是一樣嘛 不論你是透過創作還是透過賣衣服 還是去開發一個SARS平台 你的終點都是因為要賺錢 對 如果你不是為了要賺錢 那你一定就是家裡很有錢 所以你把這個當side project 不然你就是沒有想清楚 就是這樣 所以說這個問題是 即使我在接觸到新創的時候 或是接觸到所有的人的時候 我一定問了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最最最重要的問題 那當你知道這件事情了之後 接下來的投影片才會對你有感 就是當你知道說 我今天就是要賣錢 我今天就是要賣錢 那接下來我就會告訴你說 哇這超級無敵難賣 好這就是 假如說你今天說 我今天要開發個行動遊戲好了 那這是2019年Q3的數字 2019年全世界的遊戲的下載量裡面 82%是讓全世界那1%的發行商拿走 剩下99%的人去分剩下的 然後不要懷疑 你一定是剩下99% 然後你一定是跟所有的人去搶 那剩下的下載量 那這只是下載喔 那我們再進一步推映到 哇這是營收就更恐怖了 95%的營收 是那1%的業者拿的 然後你會跟其他所有99%的人 一起去搶剩下 5%的營收 OK這是Mobile 那可能大家會講說 哇那這可能是因為行動遊戲 因為什麼大家都會聽到 行動遊戲什麼門檻低啊 所以它可能分母很多嘛 爛魚充數啊 whatever 所以說它會有這個情形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不我一定不會是最差那一個 或是說even你就覺得說 OK那我就不要做Mobile了 我來做PCR PCR好像比較好對不對 就說Mobile一天上架1萬款 PC一年上架1萬款 就覺得好像你相對有競爭優勢 好那我們就來看 這就是Steam的數字 橘色這一塊呢 就是它上市兩週內 只賣5000美元 5000美元欸 你真的不如去上班 真的 5000美元就是15萬台幣 但是5000美元還要跟Steam拆 拆掉三成 拆完之後如果你是台灣人的話 還有什麼境外稅無話無話 反正就是一個簡單公式的 在一個台灣人如果做遊戲呢 在Steam上面的錢呢 要乘以0.55到0.6才會是你的錢 所以15萬乘以0.69萬欸 兩個禮拜只賺9萬 哇真的太辛苦了 百分之 就是百分之80的遊戲 前兩週只能賺到這個錢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啊只是兩週啊 不準啊 好 可是就像所有的電影票房 也有什麼之類 就是說所有的creative content 所有的創作商品 它的銷量基本上都是非常 頭部化現象是非常嚴重的 比如說它的initial的 就是它上市的日期 它會佔它整個lifetime sales 至少超過60%以上的比例 有些遊戲甚至更高 有些遊戲可能它這輩子的lifetime sales 就是第一個月就貢獻了70% 那剩下30% 它可能是long tail的去攤 對 但是所以首兩週 為什麼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因為它真的就是很重要 對那你會發現 OK那Steam的環境也很殘酷啊 就是超級無敵辛苦 對那 這邊一樣就是說 這邊是同樣類似的數字啊 這是比例 這是比例 這是數字 然後剛才那個是比例 OK所以說 其實就是我這邊 特別想要highlight一件事就是說 就是最後一個part 我會特別想要做遊戲這件事情 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然後它要賣錢是非常非常難的 那這邊我講一些 投影片我不知道怎麼放的content 因為結束到非常多的遊戲的開發團隊 他就說 如果今天 大家有人自在做遊戲啦 那我會最推薦一件事情就是 拜託你先 你先去遊戲公司工作就是這樣 做遊戲本身已經很複雜了 遊戲市場 現在又比過去10年還要複雜 你要考量的面向是非常非常 就是極為複雜的多 你的宣傳管道 你的銷售方式 那所以這幾件事情都這麼複雜的情況下 even是一般的公司裡面 都不一定能夠教會你這些東西 更何況 你完全沒有相關的業界的經驗 OK 那這個是台灣跟美國跟歐洲 一個很大的gap 這gap我覺得會造成台灣 所謂的獨立遊戲開發這件事情 其實它是一直非常非常unstable 就是說 我覺得它比較像半筊啦 就是說 我可能 每5年就會出一個還不做的團隊 然後 中間這5年基本上都是很苦情的 對 這是一個不健康的產業的狀態 在美國跟歐洲的一些開發的社群 其實也是這樣 非常多的 indie studio的創辦人 他們本身是業界老手 業界老手這件事情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他不一定是說你做遊戲一定會成功 或是你特別懂做遊戲 我覺得這件事情絕對沒有等號 我絕對相信一個剛畢業的人 他心中的遊戲的點子 有很大的機會 其實比小島秀夫還要厲害的 真的啊 對啊 因為我個人沒有很favor小島秀夫 但你一定有很大機會 會比這些知名的創作者厲害的 但為什麼他們可以deliver 比你好的產品 很簡單嘛 因為做遊戲不是點子嘛 做遊戲你要控專案的時程 然後完了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今天創業人出來 立一個studio 你手上錢可能很少 比如說我可能跟爸媽跟誰借一借 我可能300萬資本額 300萬資本額真的超級無敵早的 你們以後就會知道 300萬資本額真的很可怕的少 那好 你好不容易湊了300萬了 然後接下來開始做遊戲 可是你會發現很多事情就是 你會有很多東西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自己請人來做 比如說我今天畫一些2D的圖 我只想要外包嘛 好問題的來 你就會發現你 你clueless 就是你不知道要找誰外包 對不對 你可能就找一個大學同學 然後大學同學可能 可能他可以收你比較便宜的錢 可是這個就是陷阱的開始你知道嗎 明明你找一個專業的一張圖 他開1萬5 然後出來之後 來回甚至一次都不用修 就像你今天找了一個 比如說什麼設計學院 或者是平常很喜歡畫圖的同學 商院的同學 然後幫你畫一張圖 他說便宜啊 5000塊就好 然後來回修了4遍 OK 那時間成本 你也房租繼續繳嘛 所以其實如果你從之後的成本 你回去攤回來看 你可能一張圖可能是3萬塊 不是1萬5 OK 那這概念對於剛出來的人 其實完全沒這個mindset 對 所以他其實會做很多 以為便宜 但其實超花錢的事情 那是因為你根本就沒有人脈 你也不認識 但對於一個老手出來 他就知道 業界他以前合作過的對象 誰畫圖是穩的 價格是怎麼樣 交期是怎樣 整個狀況可能會怎麼走 OK 他的點子可能不如你 可是他執行力跟執行經驗 跟他的connection 是比你豐富的嘛 對 加上他過去工作的期間 他可能多存一點錢 所以有本的情況下 在你創業的過程中 其實你比較不會那麼焦慮 對 其實貧窮真的會限制一個人的思維 而且貧窮絕對會讓一個人 不斷地做出錯誤的決定 這在所有的創業的過程裡面 都會發生 人越窮 就會越做越高風險的事情 這就是很簡單 就是人性很奇怪 就像賭場 你會發現那個 那個嚇住 嚇最猛的那個 一定是被咬住的那個人 就是 有沉默成本嘛 我這個已經被咬了 就是一百萬了 我大概會開始賭說 我下一百會翻身 然後大家如果玩手遊 抽卡也是一樣 我就已經投70抽了 下一次一定會爆金光 就沒有 你就保底 對不對 所以說這是人性的事情 所以創業也是一樣 已經投入錢 然後越沒有錢的人 他就會越挺而走險 比如說他可能就會用 以卡養卡 比如說他可能就扮上新的卡 然後去信貸新的錢 他會覺得賭說 我兩個月後產品會出來 我會大賣翻身 通常都會翻身 就會翻到 陰朝地府去 所以說 整件做遊戲這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 可是如果這件事你都想清楚 你make sure 你是以賣錢為出發點做遊戲 你也知道市場的藏庫是這樣 你也知道現在市場上 其實沒有很大的趨勢紅利 現在真的沒有啦 現在連一般的業者 都找不到趨勢紅利 我就說下一個十年的趨勢紅利 是這些Google Facebook 這些公司去推動的 對 那他們都還沒有藏到甜頭以前 你是絕對不會有甜頭的 所以市場上沒有巨大的趨勢紅利 然後現存的競爭者有這麼多 然後你了解市場的現況 而且你有一定的業績的資歷 你有合作過的partner 你知道實際上什麼叫做 有一個想法去開發它 開發中出問題 然後去補動 然後時程delay了 delay了之後 手上的資金竟然還不夠 付下個月的房租 接下來怎麼去喬錢 如果你整整經歷過 你在一般的公司 你會經歷過這件事情 很多專家會突然被卡 因為預算不夠 或是delay了之後 很多製作品質就會下降 如果你真正具有整道的 就是整個production的 知識跟經驗 你也了解市場的狀況 那你出來創業 那我覺得是很OK的 你面對投資人 你面對自己 我覺得都很說得過去 但是你都沒有 就因為你在學校做了一個project 然後大家覺得好像很棒 然後你就覺得 你就覺得Steam誰都可以上架 App Store 就是一年只要付3000塊的 開發者費用 你也可以上架 你就覺得好像 你可以來做這門生意 那我覺得 這其實是 其實是台灣整個社會 要為這件事情付成本 因為當你找不到錢的時候 你一定會找政府補助 那政府補助的錢 就是老師辛苦上課 假如納稅錢嘛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是 如果你在問我 我在 比如說 早期加速器或孵化器的前線 我看到的一個殘酷的現實 尤其是在遊戲這個領域的話 我覺得它整個呈現出來的樣態是這樣 可是很多人就覺得失敗是成功之母 可是這句話對也不對 之前我看過一個MIT 不知道是Hurvel研究還是什麼 就失敗為成功之母的前提是 你是同一個失敗的人 所以你才會在連續型的失敗中 讓自己的經驗跟的製作方法去趨近於成功 但在台灣是一個離散型的失敗 你知道嗎 就是說 我們有100萬個失敗一次就結束掉的東西 那這些失敗並不會變成collective knowledge 所以這些失敗基本上就丟到水裡 然後 台灣就一直不斷地持續這個情形 就是有非常多東西丟到水裡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 我覺得是非常不建議的 那所以說如果真的有致而且了解到 而且你對遊戲創留真的非常熱忱 那我還是非常非常建議 大家可以先去業界磨練一下 對 那 真的也不要覺得說 很多人都覺得說 台灣就沒有遊戲業啊 反正很多人都會講 一些年輕人在巴哈上 或是在論壇上最想講這句話 台灣遊戲業就是爛啊 什麼之類的啊 我會覺得再爛也比學生強啊 對不對 我講一句話白話就是這樣啊 再爛他們都知道什麼叫賺錢賠錢啊 我覺得大家對商業這件事情要有點尊重 你知道嗎 再爛他都知道賺錢賠錢是什麼感覺 對不對 我覺得做生意就是這樣 你真的去賺錢跟賠錢過 譬如說很多人 很多人這輩子不進股市 你進股市就會知道賺錢賠錢是什麼感覺 你就會發現你的投資心性跟以前是絕對不同 就是說 所以我就覺得 你實際去現場去知道 Gaming as a business 到底是怎麼run的 他的整個體感他的整個流程是什麼 的事情的時候 一定會對你接下來選擇創業這件事情 有非常大的幫助 對 那但是 這行業真的蠻堅情的 所以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南響 你讓我有點被人勸勢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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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